因为看野人呢我们基本上就能够看的比较多 他跟屠夫的一个对吧 博弈也好 他跟屠夫的一个对抗也好 但是你如果说看一个其他的 比如看看他 看个这把怎么还有个冒险家 哇那这把钻到了 又有冒险家又有调酒师 这是一个S4的野人 就其他的 比如你看一个旧人位 能够看到他跟屠夫对抗 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修机位 或者遛鬼位呢 很有可能就是 对吧 你看还没看到 这电机修完了 他就走了 等了就看着他一场修机 调酒师一波加速 我拉开距离 这里技能的话不太好交 因为距离太远了 我这个嘴 长嘴 对不起 调酒师 我错了 没想到 这距离极限距离的一个秒 秒拉琴弦 这把穷人者没了呀 这 这个线太极限了 就感觉距离上太远了 你拉的话只能就是 比如说一根线有十米长 你可能打中他的那个几率 只有那个一米的那个可能性 就是那根打到他的那个线 几率太小了 一般来说呢 不太会去拉 但这边 小丁家是对吧 富贵险中球 拉了一个非常极限的距离的 一个琴弦 那直接挂飞了呀 冒险家 这外面 先挖 先知 两个人 一人修一台 能不能保平 还不好说 毕竟这里有个野人的存在 野人存在呢 他如果说能够牵制的够好呢 还是有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可能就1% 2%的那种很小很小的概率啊 这里是一根高低血 先直接就去一二楼六啊 只能在这地方六了 他不能带出去 冒险家反正翻翻那个吧 左翻翻 右翻翻 过来 我觉得他这里的话 冒险家是 他如果说真的有输液 现在是不能用的 这个输液得留着后面去秒电击啊 不能说直接就用 直接就用的话 这把不好打 他只能就信任队友 信任队友能够溜得起来 哎 漂亮 娇鸟一刀 没打中 再追 开一个技能 那 小听一下 说我连技能都没有开 对不对 刚刚那个打了 一段伤害 我就已经挂飞了一个人 哎 这边再一个秒拉技能 耐斯 再追 先知 一刀抽倒 哎呦 非常耐斯的一波操作 那野人怎么说 野人再不来 没时间了呀 先把这台电击修了 修了再说 修完我救一波人 我救的下来 我们再慢慢盘这个局 拉 没拉到 骑猪 还说直接救 因为这边是可以翻下来的 翻下来的 但是六秒钟以后有技能 想直接救呢 刚才翻下来能救 但是哎哎一刀 救下来 好 骑上猪 开始顶 保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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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保得住 有无穷洞啊 有无穷洞 这里走位 走位 走位 绕过去 无穷洞 反向放 nice 哇 这波无穷洞 先知是吸出了一只鸟 但这个无穷洞的一个走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细节还是非常好的 宝吧 还差两台电击 还差两台电击 防弦家这边 要修 一个人修两台 野人 关键这野人是半血 镜头给到野人 刚想说野人是全村人的希望 但又没希望了 我的镜头给到谁谁没啊 点过去的一瞬间 吃了一个野人奇珠 这是 死亡镜头 我也很尴尬呀 电净美杜莎 你们这名字取得 有点过分了 电净美杜莎 都给你们取出来了 人家想象力很丰富呀 那冒险家怎么说呢 跑个地窖吧 就好像也没什么好救了 镜头给到冒险家 我就不信 我镜头给到冒险家 冒险家如果说 想跑地窖 还是有机会的 他还能倒 摸了瓶香水 过去救人 先知是救不下来了 救野人呢 好像救下来以后 野人是可以 可以凭借着奇珠来溜一波的 但是电击也学不开呀 要不还是跑地窖吧 怎么可能走不了 我觉得冒险家有机会 有机会能跑地窖的 相信我 相信我 虽然说前面出现了一系列 类似于毒奶的情况 但是这些都是巧合 你看找到了 找到了他能走 香水回 哎哟 这可以哦 闪现已经切好了 闪现已经切好了 闪现到达 门还没开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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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地窖开 有爬行加速 这局有点玄幻 这局有点玄幻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